好 如果沒有太大疫情變化的話 其實10月13號開始 我們就會解除開放國門了 也就是入境是只要0加7而已 而國內的醫師 對於這樣子有什麼樣子的看法呢 其實黃高斌就有說到了 以目前的BA.5來看呢 他的平均病程大約是落在3.3天 而且是有症狀的時候 傳染力是比較強的 也就是說前三天呢 傳染力比較強烈 但是到了第四天開始呢 其實症狀就會逐漸的消失 也就是他的傳染力就會慢慢的下降 不容易會再傳播出去了 另外呢 他就有說到呢 就算真的開放之後 或許這個確診數會有點上升 但是目前呢 我們台灣已經有超過了600萬人染疫 再加上呢 又有70%的接種率 所以就算真的感染的話 其實也不容易造成重症哦 那現在呢 如果我們的邊境要開放 到底口罩要不要同步解禁呢 不過黃高病他認為說其實現在還有正值流感時期哦 所以呢他認為說暫時是不要調整口罩令 但是另外醫師黃玉成他就不同看法了 他說口罩確實是有保護的效果 不過呢現在既然我們要跟病毒共存了 而且其實政府都有告知說 這個傳染病相關的風險 其實呢應該要讓 不應該強制規定 而是要回歸民眾能夠自身決定要不要戴口罩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